哈嘍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片頭 那歡迎回來到我們1.20伺服器生存喔 今天的話呢是第44集 沒有錯 那上一集的話呢 我們不就是嘗試了兩種挖礦法嘛 對不對 一個呢就是我們的洞窟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魚骨喔 我們就是比賽看哪種挖法可以挖到最多的鑽石礦嘛 哇 結果成績非常的出乎意料啊 居然是我們的洞窟略勝一籌啊 而且還是紫銀一顆還是兩顆我忘記了 然後為什麼我家會有這種東西啊 搖起來 把海泥根 呃 後面那一串隻就不需要了 海泥根是不是蓋一個那個啊 瑞克遙的地圖會啊 這是怎樣 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所以所以現在我被Rickroll了是不是 啊 不管了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要來幹嘛呢 今天這一集我想要來做一個 也算是一個測試吧 對不對 因為我們上一集也是做一個測試的內容喔 今天的話呢我想要來試試看鐵巨人對打扶手者喔 其實我真的沒有玩過就是拿鐵巨人去打扶手者 所以的話這個成績也是非常讓人興奮的 有沒有各位 到底誰可以贏呢 那重點的話呢 我家的話是沒有任何的南瓜喔 所以這可能有一點麻煩 對 我家 我們家應該完全沒有任何南瓜 對 我們應該需要用到蠻多南瓜的 就只有五個而已 但是不夠啊 五個哪會過癮啊 對不對 所以的話呢 我們先去 呃 拿一些鐵 對 接著呢 我們要去一趟 別人的家喔 對 我們要去偷一些南瓜啊 因為他好像有弄一個 南瓜製造機啊 那如果大家 有猜到是誰的話 欸 可以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現在的話呢 我們來拿一些鐵喔 我們拿個四組好了 因為這樣的話我們就直接 直接召喚一整組的鐵具人 來跟扶手指的打架喔 這樣一定超刺激的有沒有 來來來來來 我們 過去一趟過去一趟 然後 為什麼這個地方也有這個東西啊 你是 你是怎樣 每個地方都放下是不是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不過問題不大喔 這樣影片都看到這裡了 不妨幫我點個讚 好 我們今天可不會突破 1500個喜歡吧 沒有錯 那大家如果有想要看我 拍什麼影片的內容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沒錯 那現在的話呢 我們就 這個地獄門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什麼都沒有看到好嗎 我們什麼都沒有看到 怎麼到處都是瑞克遙啊 幸好這個 幸好這個傳送門沒有喔 天啊 來來來 往這個方向飛 應該就可以看到了吧 應該是在這座山上是不是 喔 有了有了 到了到了 沒錯 就是我們的巴巴的家喔 來來來來來 我記得呢 這邊 欸 就是這台是不是 有 我看到了 南瓜機 哇 我們之後是不是也來蓋一個比較好啊 有觀眾想學的嗎 想學的話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搞不好有機會我們可以來蓋一蓋對不對 那太棒了 這樣我們南瓜也準備好了喔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還要再回出生點一趟 因為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之前的那個啊 扶手者抑制器喔 會導致我呢 呃 會生不出來扶手者 所以的話 我們必須要去把那個機關給它停下來啊 不然的話 想要做這個測試也做不到啊 超級 超級無形奇怪的 好啦 不管了 我們先來 哎呀 下去把那個機關給它停下來喔 呃 然後我就摔死了 等一下 然後什麼事在出生點啊 也太剛好了吧 沒關係 我們稍微來接個翹次喔 哇靠 怎麼會這樣呢 欸我也不想死的啊 但是我就是死了 到底為什麼啊 而且我的東西在哪裡啊 哇靠 這個可能有點小麻煩喔 因為我不知道我的東西在哪裡 應該是在這個地方吧 是在這裡嗎 呃 好 不是 那我的東西在 喔在下面這邊 看到了 天啊 怎麼會那麼不小心就死掉啊 而且還是裝備全噴欸 哇靠 好啦 沒事 我們的東西都吸到了 然後你想怎樣 等一下我不想死啊 這個東西怎麼那麼痛啊 等一下 然後怎麼還有兩隻小殭屍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現在大家都在反抗我做這個舉動了是不是 哇靠 欸欸欸欸 然後怎麼突然剩了一個 你 你 你會生復仇者嗎 應該不會吧 好啦不管啊 我們先上去把這個 翹次給他還回去 來來來 直接給他現場還回去喔 這樣我應該就不用寫那個東西吧 應該是 應該是不用寫吧 來來來 煙火還回去喔 呃 對應該可以啦 那我們先下去把那個激光給他停掉 這次應該就不會死了 問題不大問題不大 下降速度慢一點就好了 天啊 喔有了 然後的話 為什麼這邊有蜘蛛骷髏騎士啊 真的是這樣 來來來來 過去我們機關這邊喔 有沒有發現他超級無敵草的 那邊有一根箭矢 我們過去把那根箭矢吸起來 應該就 可以了吧 我我我我我我 我吸不起來那個箭矢 呃 喔 這樣好像就可以了是不是 好好好好 那現在的話 扶搜者應該會生出來了吧 對不對 所以的話我們現在走路要非常小心啊 不然 突然不小心觸發到某個 某個東西 他就突然生出來是不是 來來來來來 這邊這邊 這邊前面有一個是不是 所以的話 哇 這邊有兩個欸 我們先來蓋幾個鐵巨人好了 然後怎麼又生怪磚啊 這個是怎樣 我上次找到的生怪磚還不夠是不是 那我們先來做個幾個啊 先測試看看 四個鐵券打不打得贏他好了 像這樣 來 四隻是不是 好 一二三四 呃 喔白癡 這個南瓜要先砍過對不對 這應該是沒有臉的南瓜喔 那沒有臉的南瓜的話呢 我們就會需要用到我們的 剪刀 找到了 這樣就可以把這個挖起來了 所以的話我們先稍微弄一下 我都忘記還有這件事情啊 我靠 不過沒關係 這個稍微花一點時間 應該就可以解決了 來來來來 稍微花一點時間吧 OK 好了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吧 有嗎 喔 還有16個沒雕刻過 等一下 那現在的話呢 我們先來召喚四隻 等一下 空間不足 來來來來 把這邊給他稍微挖掉一下 這樣應該就生得出來了吧 來 四隻 這樣 應該就 可以的吧 欸 可不可以不要擋路啊 先生 OK 來來來 馬上來召喚一隻福仇者出來 我像這些鐵券 不要跑太遠好了 喔喔喔喔馬上出來了 馬上出來了 哇 鐵券直接衝上去耶 那麼勇喔 這四隻鐵券打不打得贏他們 來看一下看一下 欸 馬上就死一隻欸 欸 怎麼會這樣 然後你怎麼卡在那邊啊 我靠 有嗎 有機會嗎 感覺沒有機會耶 等一下 這個福手指也太痛了吧 欸欸欸 然後他現在看我了 好那四隻不行的話 等一下等一下 他的目標是我了 呃呃呃呃呃呃 你們先 你們先過去 等一下 白癡 我現在是他的目標了 等一下等一下 安全期間 我先拿一些不死圖騰出來 不然等下我死掉啊 好吧 算了啦 他竟然都卡在那個地方 呵呵呵 我們就用弓箭把他射死好了 不然我們不能測試啊 哇靠 好沒事沒事沒事 我們等一下就直接召喚八隻鐵券喔 看八隻鐵券可不可以把他給射死喔 現在的話 呃呃 就先用這個弓來消耗一下他吧 呵呵呵 把他射到死為止喔 哇靠 喔 有了死了 那這樣感覺起來 他一下就死了 感覺好像也被 也被那個 鐵券消耗很多了嘛 感覺八隻應該就可以把他殺掉了耶 不過 沒試過不知道嘛 對不對 所以的話 我們現在就來 馬上過去測試一下喔 來來來 直接在這邊蓋這個 呵呵呵呵 直接蓋八個好不好 直接召喚八個來打他 感覺八個應該打得贏了吧 鐵券應該沒那麼弱 這樣有八個嗎 應該有吧 OK 來來來 我們的南瓜頭 直接召喚 欸欸欸欸 你怎麼卡在這裡了 召喚召喚召喚 欸怎麼召喚不出來啊 喔是因為這些處沒擋到他了啊 天啊 問題不大問題不大 這樣應該可以了 喔有了有了有了 然後你不要擋路好不好 真是的 過去一點啦 OK 這樣就有八個 來來來來來 呵呵 我們直接召喚一個福守城出來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吧 呵呵 來來來 趕快生一隻出來 欸欸欸 鼓勵牌先冷靜 喔有了有了有了 出來了出來了出來了 呵呵 鐵券全部直接圍上去要揮他 呵呵 有嗎有嗎 有機會嗎 有機會把他打死嗎 哇哇哇 傷害超高 然後等一下你們怎麼都掉下去了 哇 銀波攻擊 哇 福守城招架不住欸 呵呵呵呵 哇鐵券超猛的 現在還剩幾隻 剩下六隻 有機會嗎 欸有欸 哇 鐵券把福守城給他殺掉了欸 呵呵呵 哇原來鐵券那麼猛喔 天啊 大概 一二三四五 剩下五隻 所以的話 差不多 六隻鐵券 應該就可以把福守城殺掉了吧 我靠 原來麥塊的福守城招架不住 這個攻擊啊 不過問題不大 我們身上還有那麼多 對不對 當然就是要都來召喚一下 所以的話 剛好這邊也有一個哨口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枯光的生怪磚欸 酷 然後東西沒被別人拿走欸 那剛好這邊有一個哨口 我們就把我們的全部鐵券都直接給他召喚出來 對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吧 問題不大齁 直接給他全部召喚出來 然後重點是 我怕他們跑到其他地方去欸 他們跑到其他地方去 這樣是不是就打不到福守者啊 不過 應該還好吧 問題不大問題不大 我們先把這些鐵券全部召喚出來喔 肯定超級壯觀的 最後兩個 有了 召喚召喚召喚 有了 最後一個 再召喚 嘿 欸 等一下 清掉一下旁邊 來來來來來 最後一個 嘿咻 有了 這邊超級壯定多鐵巨人的 來來來來來來 馬上來召喚喔 這個福守者一出來應該會死很長啊 我的天啊 喔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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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守者 50隻的話 他現在已經打死一隻了 這個是第二隻 這個伏守者 基本上是被鐵券圍攻起來 我什麼都看不到 這什麼意思 好慘喔 然後他死了是不是 這個也死太快了 等一下 已經有兩個了 來來來 再多召喚一個出來 這是什麼 伏守者農場是不是 好爽喔 看這些伏守者被虐殺 平常都是我們玩家被虐 現在終於是他被虐了喔 哇 又有一個伏守者要死了 好慘喔 他怎麼這麼慘啊 來來來來 第三個了 再來召喚再來召喚 出多點伏守者啊 只要一出來 就會被這個鐵券揮耶 真的是有這麼慘的 感覺這些鐵券 應該可以刷個半組吧 可能至少可以殺30隻伏守者 欸欸欸欸欸 我不小心打到他 等一下 我不小心打到他 打我了 等一下 限咬鐵巨人 他們剛剛被死很慘喔 所以的話 鐵巨人出來 玩家還是不要碰他比較好 不然死了就是你了 而且被死很慘的那種 哇靠 哇 現在我就一直踩在這個上面 這個鐵巨人 就一直在刷這個伏守者 真是不知道可以刷到什麼時候欸 果然一個人的力量 是沒有很多人的力量大 所以的話呢 大家要團結啦 有沒有 那這些鐵巨人的話呢 我們就只能把他殺掉了喔 因為留在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地方是出生點嘛 所以的話 會導致這個出生點 有很多生物在啊 會lag 所以的話 我們先把這鐵巨人都清掉好了 不然的話 啊 我們都不知道要怎麼回去啊 對不對 來來來 稍微清一下 這鐵巨人 這樣要清 要清很久欸 我的天啊 怎麼會這樣呢 好想叫伏守者幫我清理啊 天啊 沒關係 我們就邊叫伏守者 然後邊把這些鐵巨人清掉 呵呵 這樣應該可以吧 我靠 這樣清鐵巨應該是最快的喔 然後這 五十九朵花是 鐵巨人的戰利品喔 我們就 我們就把他永遠埋葬在這裡吧 六十個好不好 還有四隻活在這裡欸 天啊 喔 不對好像不止四隻欸 喔 在回去之前呢 你要先記得 啟動一下這個機關 不然我到時候會死 很慘喔 好啦 我們上來了 呵呵 那今天的話呢 結果就是這樣喔 一隻鐵巨人的話 打不死一隻伏守者喔 但是一堆鐵巨人的話 就打得死一隻伏守者喔 所以的話 各位知不知道啊 團結力量大啊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也差不多到這裡 結束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讚 幫我點個分享 不妨再幫我點個訂閱 記得打開小鈴鐺 如果你想要收到影片最新通知的話呢 可以加入我的第一星群組 那我是片頭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各位 掰掰